哈啰大家好,我是娃娃哥哥 我是娃娃姊姐 我们就是来拍 我们的一个教学视频啦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宝宝 宝宝 在后代19世纪和20世纪 西方势力强清我国的因素 是因为汽车工业的发展 不可爆看,Esta3 个 里头 将汽车工业的发展导致 能够制造轮胎的天然橡胶的需求增加 这怎样讲 这就是汽车嘛 我们应该让轮胎都是橡胶嘛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 天然橡胶也是很多 资源很多 他们就是很需要 他们就会来我们国家去拿 像那种电子产品的捐验体啊 也需要橡胶哦 就是在当时19、20世纪 这个橡胶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大家都来我们国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 关于我们的土壤 还有我们丰富的天然资源 我国的土壤肥沃啦 气候适宜啊 我们就是我们很舒服啊 我们的国家真的 然后适合种植橡胶、甘蔗、水岛和烟草 水稻 水稻 然后我国也是盛产一些 锡精、铁矿、石油和煤炭之类的东西 这些资源都是大家所需要的 所以大家都会喜欢来我们国家哦 当时马来各州 他们对这个锡的需求和价格 也是涨用就涨价 因为当时就有罐头 食品然后营料啊 制造屋顶啊 或者是一些油煤的 油桶的那些糖业 他们都是需要这个锡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记得按卡巴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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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轮船的发明诶 能够运在更多后 节约成本啊 OK 然后我们也可以 加速旅行速度和方便 连价 就是便宜啊 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先讲 西方强国之间的战争 哇这个 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 西方强国和美国 互相竞争以获得殖民地 他们都想和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土地耶 他们全部西方强国都想 竞争我们 就是 我们国家的土地 因为我们真的太多资源太好了 对 就是获得我们就好像有天下的案子哦 是啊 然后我们就是对竞争 因为殖民地越广 他们就能得到越高的 威望 所以代表他们为了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他们甚至愿意去打仗 来获得我们的殖民地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电报的发明 电报的发明是蛮好 在当时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所谓的 这种电子产品新闻啊 就是电报 当时他们看新闻是用电报的 然后再后来我们就有一个 哇 这个口号 白人的负担哦 叫做 这个口号咧 他们是拿来传播他们的影响力 和他们文明哦 可以为他们进行行为变化 然后这个口号也意味着他们有责任 还有有义务去帮忙被征服的领土 带来案例 这样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一点事哦 就是关于西方在统治我国时候的战略性差异 西方 西方是利用各种轨迹来统治我国 哦 对对对对对 最后而已 葡萄牙人在推翻马六甲马来苏丹国时采用了进攻策略 和兰人他们就用军事攻击 条约还有西方势力结盟 就是结盟然后过后一起来 哇一起 哇 马六甲 哇 真是坏蛋 西方势力在我国扩张势力的战略 荷兰的战略 哇 荷兰他就选择用军事攻击耶 很凶啊 荷兰菲吉克 为了判断西矿而攻打 而攻打 他直接就是 攻打我们哦 而攻打我们哦 为了垄断我们的西矿发展 他就直接攻打我们哦 然后再后来由于担心雪兰儿控制马六甲 他就直接跟雪兰儿开战耶 然后再后来就是 Pajangiano 协议 1650年与Pili达成协议 获取西 Sultan Ibrahim 同意在1786年出售西 然后再后来就是他们 Pakattano 联盟 他们选择自己联盟 在1641年与 罗佛密盟在马六甲打败葡萄牙人 然后在1824年与 英国结盟签订 英和条约 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讲 英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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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策略是什么 他先放百气派有英国官员来到马来亚 干扰政治 不许我们天然资源了 他们第一个也是一样 Serangan Fitchke 军事攻击 在1831年和182年之间 攻击 拒绝服从于英国统治的 Drosay 然后他第二个也是一样 Pajangjang Kubikek 他们会有 他有催促毕丽州苏丹 雪兰河州苏丹 雪兰河州苏丹 还有这个 Yamadun Seri Menandi 和澎河州苏丹 Yamadun Seri Menandi 和澎河州苏丹 和澎河州苏丹 获取英国的庇护 然后第三个 就不一样了 他用的是 威胁和亚利 威胁雪兰河州和澎河州苏丹 接受英国派来的参政寺 Jansboro 催促文来苏丹 并承认他是国王 这样我们就讲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Dipu Hella 七杂 这个就真是坏蛋了 他就是骗那个吉打苏丹 来获得冰城 第五个他们用的是联盟巴卡丹 1924年 与荷兰人密谋 通过英核条约获得马六甲 还蛮多一下的 他还有第六个 巴卡丹 猪戒犬 他通过猪瓶 还有授予特权 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沙巴 哇他很厉害一下 我说 然后再接下来还 曼妮布拉西操纵 对他操纵 他怎样操纵 他就是 英王位之争 而趁机干预 霹雳州 就是有点趁虚有入的概念 然后也因为这个 贸易船和抢劫案 和这个当中 Rachado的灯塔西 而趁机干预 雪兰河州 这是很坏蛋 他也是趁雪很弱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好玩的新家日子 记得关注我们Alan Entertainment 准备关注我们 哇 麻烦 来 来 出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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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